这里是三分钟历史 每天用三分钟揭秘一段尘封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 是以法西斯侵略者和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两方势力 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 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 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这场战争 巨战后不完全统计 军民共伤亡7000多万人 4亿多万美元付诸东流 最后以反法西斯国家战胜法西斯侵略者 赢得世界和平而告终 日本作为二战轴心国之一 在伤害其他国家的同时也让自己伤痕累累 二战后期 日本抱着宁为玉岁不为瓦权的执念 甚至不惜征收童子军和女兵来补充兵力 战争结束后的日本大量设施被毁 人口也急剧锐渐 剩下的基本都是老弱妇孺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在战后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 经济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国民生产总值也越居世界前列 很多人可能会疑惑 日本为何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元气呢 其实早在二战爆发前期 日本就已经执行鼓励生育的政策 女子13岁就要结婚生子 并且怀孕之后就要去政府登记 不能随意流产 家庭贫困养不起孩子的 政府还会急于补贴 日本这样的做法也是为了能够保持 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命 可以说日本早早的就在为发动战争做准备了 到了1945年 这些刚刚长大成人的青年 还没来得及反复战场 日本政府就宣布投降了 他们也就成为了日本战后 重建家园的主要劳动力 而日本也为了在短时间内将人口恢复到一亿 政府依旧采取早婚多育的措施 并鼓励一对夫妻生育五个孩子 为此日本政府从贷款就业税收物资供应补给 精神鼓励等多方面入手 鼓励他们早生多生 而且二战后期 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后 也曾派兵进驻日本 而日本也向美国大兵提供了将近7万名胃胺女子 这也直接导致了战后 日本迅速增加的人口中有60%是混血儿 如果说历史上哪个国家的女性最悲惨 日本绝对算是其中一个 因为这个国家的女性自古以来就是不停的被忽悠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右下角关注我们 咱们下期再见